美国降息,我们的房价就要暴涨吗? 中介和手里有房的兄弟们都挺激动的 觉得美国一降息,咱们这边就得放水 房价就要跟着涨了 但我要告诉你,别太天真了 咱们其实早就放了不少水 未来房价的走势,其实和美国降息没多大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国家 会在某个时期把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呢? 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 这中间需要的资金可不是小数目 历史上,欧洲的强国是通过大航海时代 掠夺他国财富来积累资金的 而后来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韩国 甚至是美国的某些地区 他们都是通过发展房地产来筹集资金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工业国家都要先发展房地产呢? 因为发展工业,初期得砸很多钱进去 早期的欧洲国家可以通过掠夺资源来积累资本 但后来这怎么办? 他们只能通过卖地来筹集资金 为了让土地更吸引人 他们建房子,把房子当作金融产品来销售 让人们提前预知未来的收入来买房 这样一来,国家就能筹集到大量的资金 那么,有远见的国家是如何使用这些卖房所得的资金呢? 他们会迅速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工业发展中 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快速发展 美国,日本,韩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也有一些国家,拿到钱后没有用于工业发展 而是挥霍一空,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比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房地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除非你真需要买房住 不然我建议接下来十年就别再偷房子 希望大家别被那些话得忽悠了 别盲目地去贷款买房 房地产这行当,其实就是个搞债务扩张的买卖 能不停地借债 就因为这么的强大的债务机器 GDP才能跑得飞快 还顺带着拉动了各行各业 比如钢铁,水泥,五金,建材,家具,家电啥的 这些行业不光给大家提供了工作岗位 关键是他们还吸了大量的资金 公司要是生意好,想扩代一下 那就得买地,借钱 银行一松手,钱就这么放水了 公司拿到钱后就开始大兴土木 买机器,招兵买马,发工资 员工拿到钱,转头就去贷款买房 一欠就是三十年的债 房子卖的火,其他行业也跟着火了一把 在这个过程中 房地产还成了政府收税的好帮手 什么房产税,土地税的都懒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循环 让国家越来越有钱 城市天天变样 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大家的收入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但是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债务堆上的 一旦大家背的债太多 这个游戏就得玩不下去了 前几年房价为啥跌呢 说白了,就是大家的口袋都被掏空了 未来的收入也提前花光了 到了2020年 咱们国家的居民荡杆率都飙升到62%了 这就意味着 咱们靠房地产来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翻篇了 房地产的历史使命也差不多完成了 不过 房地产也不是彻底凉凉 只是它不再是经济的顶凉柱 也不再是大家主要的发财路子了 那以后房子还能涨吗 我直说吧 甭管美国是降息还是加息 像以前那样全国房价普涨的情况 未来30年估计是见不到啊 除非遇上啥大事 比如战争或者美国经济大崩溃 房价可能会短期波动一下 但正常情况下 未来10年房价多半是往下走的 为啥呢 因为房的多了 买的人少了 我还得提醒大家一句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赚钱门道 但最容易被套牢的 往往是那些抱着老一套不放的人 别老想着走老路赚钱 得跟着时代的变化走